全分會的幕僚需要他 他什麼都辦得到 只要能夠幫柯文哲的事情 他使命必達 對他來講 其實什麼權力啊 什麼這個資源分配這些啊 他做不到也沒能力做 但是他也不需要做 因為能夠做資源分配的人 一定達不到柯文哲身邊的舉止 這麼重要 因為他是在柯文哲身邊 可以去跟柯文哲搖耳朵 聽柯文哲抱怨 罵其他人的那個 最重要的那個角色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舉止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舉止知道他身邊 最不堪怒目 最不堪怒耳 最機密 最機密的這些事情的人 那剛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柯文哲 是不是早就安排了 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時間請再往前回推 其實在今年選舉一月的時候 監察院是不是就糾正了金華城 那時候監察院的糾正報告裡面 直指金華城的這個所謂的自創容積 給了20%的榮獎這件事情 就是依法無懼 就是違法違規 那時候監察院就已經寫了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 那時候柯文哲在面到一邊選舉 一邊被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柯文哲說 那我們再去了解一下那個監察院怎麼說的 因為過去在議會質詢到金華城的事情 他就說哪有違法 沒有啊 結果監察院的報告出來之後 直指他就是違法 後來在選舉完之後 我在四月份的時候 在我的臉書上面直接公布了柯文哲 在2022年3月的時候 金華城的陳情書 柯文哲直接交辦都發局的公文 還有他直接用準用都根條例 送給審慶金20%的榮獎 親自簽名的公文 全部都在臉書上面就暴露了 那時候是什麼時間 就大概是三四月的時間 所以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大家去問柯文哲的時候 柯文哲怎麼說 我考慮要告一下解書培 結果咧有告嗎 沒有告啊 結果現在被提告的是誰 是柯文哲嘛 所以代表你這些資料 其實都經不起考驗 但這些資料等被 泡漏在陽光底下的時候 柯文哲有沒有害怕 有嘛 因為公文就是自己簽的 就是自己要負責啦 你不可能去推軌都委會委員嘛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這些不法的相關的交往的利益 包含金流等等的證據 要不要趕快收起來 要嘛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這麼重要的一舉止 居然會在今年四月份的 之後離開民眾黨 這個時間點就很怪了嘛 是不是那時候 因為這些我所揭露的 柯文哲的這個清籤的 這些所有的公文出來之後 柯文哲知道 蔣萬安 李四川 半征的會把所有的資料 全部都交出去 他這邊要剩餘的蛋 所以所有的東西就全部趕快交給局子 就開始安排了 我覺得這個機率非常非常高嘛 而且在這個檢調調查 這一次這一波的大動作調查之前 其實吳子嘉董事長就曾經有講過嘛 在所謂的仁愛路四段 那時候包含連彭政生都還沒被約談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吳子嘉就曾經講說 在仁愛路某一個律師事務所 有一個前進金華城的指揮中心 由黃雙三在邀集這一些前局處首長 在模擬接下來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有沒有可能在那個時間就安排的所有的事情 所以現在連檢要偵查的過程 會不會遇到很多的阻礙 會嘛 因為從今年四月份開始這一些文件 揭露出來之後 到真正的啟動調查 到八月的這一段時間 整整有三四個月的時間 那阿伯不知道射多少斷點了 是嘛 早就已經安排非常的多了嘛 所以現在被檢方逮到了這個USB 我認為是在柯文哲的意料之外 有可能這個USB是所謂的副本 有可能是他的已經淘汰的 但他可能就塞在家裡的某一個角落 他不知道沒有被被找出來 結果在檢察官進去搜索的時候被找到 所以一抓到 他就很擔心說這個資料到底在哪裡 可是真正最最原始 最完整的那個版本有可能就是在橘子的手上 所以橘子也因為這樣不敢回來嘛 那我要講的是說橘子為什麼這麼重要 而且橘子做了哪一些大家都做不到的事情 就昨天開始大家在講說 這個有橘子很大膽啦 在柯文哲身邊什麼都敢做 還跑到議會去偷拍議員辦公室 你知道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我想說 這個事情怎麼這麼熟 怎麼這麼熟 好像是我呢 原來是你 對 我告訴你那時候就是在柯文哲的第二任 柯文哲跟議會的關係非常緊張 那他每年還是會到議會去拜訪議員 但那時候拜訪的時候 民進黨基本上不會再跟他有特別接觸 但我們議員的辦公室是每一間每一間都排在一起的 你知道橘子啊 是拜訪完之後啊 他特別走到我辦公室前面 就這樣子對著我辦公室門口拍 他就這樣拍喔 他就是走過來然後拍完然後就走了 特別的喔 因為出口往那個方向嘛 他是回過頭來拍 因為我是那一個走廊的最後一間 拍完之後他才走出去 他就是要讓你知道我在拍你 而且我也不怕讓你知道我在拍你 這麼囂張 對 所以我看到有人拍的時候 我馬上就叫我的助理追出去說 你去問他 他是誰 為什麼跑到我辦公室來拍我 很奇怪啊 然後追出去之後 我的助理就在那邊協調 然後也都有也驚動了這個議會的這個駐位景 然後駐位景來了解之後 就一直問他他也不懂不講話 結果秘書處的同仁就就上來了 就說啊 這個這個是議 這個是市長的隨扶啦 這是市長的隨扶 然後把他手機把他全部都打開 然後檢查就看到他拍很多辦公室的資料 是真的有拍真的有拍 真的有拍 而且不只我一間還拍了很多間 藍綠議員都有 只要是柯惟他都拍 電車吃和情節在議員 不是 可是你要知道說 為什麼 會做這麼挑釁的動作 兩個原因嘛 第一個他有人靠 第二個他知道拍這個動作 對他的老闆來講會開心 所以他知道簡書培是柯黑啊 拍完之後我拿回去給柯文哲看 柯文哲會開心啊 所以根本不會處分他 所以你再一次的可以顯示柯文 橘子在柯文哲身邊的重要性嘛 那昨天有一個事情 我覺得可以補充一下 是朱哲成 這之前就是說三年多前 他本來在民眾黨的立法院工作 後來他離開了 我快速簡單講一下 他那時候是代表民眾黨2019年的時候 參選苗栗的立法委員 是 可是他後來是被想說有人叫他去說 安排在市長室上班啊 然後跟柯文哲在會議試談的時候 然後橘子就突然進來 然後就說要橘子幫忙 安排朱哲成報道的事情 結果橘子第一時間就講說 我們沒有缺 我們沒有缺 然後就想說柯文哲就整個臉灑掉 他想要點什麼 然後橘子又再重複一次說 我們沒有缺 所以他到市府上班 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但我要告訴朱哲成的 這兩個人不是 這件事情不代表橘子有多重要 而是代表柯文哲根本就不想要你來 上公 上一部 好 直播放量突破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招集令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給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字幕版 等你一起來